观众朋友晚安 来关心天气 今天是元宵节 先提醒北部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正要出门去赏花灯的话 务必要攜带雨具 今天受到了华南雨区移入的影响 水气是增多的 不过东北季风减弱 虽然说天空不作美 但是撑伞来赏花灯 但是这个温度反而是有缓慢回升的 整体感受上不会太冷 只有中部北部 还有在东北部的空旷地区 清晨相对是有凉一些 白天的高温都在20度左右了 而在南台湾甚至这个高温 还达到了28度 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 所以南部的观众朋友 如果外出赏灯 或者是要去参加 盐水风泡热闹一下的话 有些厚度的衣服还是不可守的 尤其是安全措施 绝对要做好 而今天深夜开始 将会有一波封面往东移 并且在明天周一通过台湾的北部海面 北部地区的降雨情况是会比较明显的 而且是以对流性的阵雨为主 所以明天上班出门的话 一定要攜带雨季了 好 降雨预报来看到的是 由于华南雨区东移 所以今天在北部还有在东半部来说 整天都是不定时有局部雨的 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 以及在宜兰来说 雨是持续的在下 停雨的空档比较少 至于中部也是有零星的飘雨 那么山区是比平地还要稍微多一些些 而南部地区来说 则是多云有阳光露脸的一个天气 那么在入夜之后 我到明天的清晨 可以看到降雨范围是有稍微的缩小 但是中部以北 还是不停地在下雨 尤其是在桃园一带 都是阴雨绵绵的天气 好 整个来看一下 未来几天的一个降雨趋势 元宵节被大雨打乱了行程之外 未来几天也都是雨神同行的 明天周一封面掠过了北部 全台都是有降雨机会的 尤其在北部还有在东半部来说 下雨的时间是比较长 那么中部是属于一阵一阵的 那么看到南部是比较不受影响的 而周二周三东北季风增强 在北部还有在东半部地区 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雨 而且气温略降 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一直要到周四 这个降雨情况是比较趋缓的 只剩下东半部有局部雨 有机会看到阳光露脸气温回升 但是要告诉您 到了周五周六恐怕又要变天了 东北季风再增强 中部以北以及东部地区 再转为湿凉的天气形态 好 未来一周呢 是有两波东北季风接力报道的 基本上呢 北部东部是持续降雨的 只有一天的空档 先从明天周一开始说起 北部东半部呢 是有局部雨的 北部偶尔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 那么中部地区呢 也有机会下起小雨或者是毛毛雨 至于南部云量还是偏多的 也导致这个气温方面 跟这两天的差距不大 而到了中一的晚上哦 风面远离之后 周二才会回到东北季风的天气形态 那么中南部地区呢 是会率先的回稳 高温会回升个两到三度 到二十七度左右 至于北部天气要好转 要比较稳定的话 要到周三了 东北季风减弱 甚至呢 在周四受到了下一波风面前 吹的是偏南风的影响 就连这个北部的气温呢 也会感觉到明显的回升 预计这个高温会来到 二十三二十四度左右 不过到了周五这个风面 又会再度要影响到台湾了 而在这个风面离开之后呢 东北季风会再增强 迎风面呢 是会有短暂阵雨的 那么中部以北的天气转为时凉 这波降雨的这个强度 是会比较明显的 但是对南部来说影响不大 好 接下来带您关心 各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的是北部地区来说 高温是在19 20度 低温16 17度 但降雨情况比较明显 几率都有50%以上 至于中部地区 高温是在21到24度左右 低温是17 18度 那么同样是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 往南部走一点 要来看到的是 高温是在25到28度 屏东甚至飙到了28度的高温 不过低温在18到20度 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 那么在山区 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影响不大 往东部走 要来看到的是 高温在22到26度 低温17到20度 同样也是阴雨的情况比较明显 至于在外岛地区 高温是在13到19度 低温是在10到16度 好 最后的两件事情 要来提醒大家的是 明天周一上班日 封面报到了 全台都是由于天气形态 尤其是北部东部 一定要留意 外出要记得西带雨具 而至于在西部地区来说 清晨和夜间是容易有误的 也来影响到能见度 因此提醒您开车要记得特别的小心 我是林佩杰 广告回来也请您持续锁定中视新闻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政治议题 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视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视的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